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 列席的楊部長 還有吳次長 現在請楊部長好不好 我們請楊部長 立委員您好 部長好 部長 這兩年來 因為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 整體大環境不是很好 工作也非常的難找 失業率也居高不下 相對穩定的公務人員 就變成炙手可熱的一個工作 據瞭解今年國家考試總報考人數 再創新高 已經逼近70萬人次 其中高普考等各類公務人員 考試的報名人數 就超過了50萬人次 這樣的狀況自然會增加考試院 還有考選部的一個業務量 相對的要從考試當中 來禁用優秀的人才 對考選部還有命題的委員 其實也是一大考驗 對不對 是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國家考試的諸度 並沒有重大的改變 雖然考試是最公平的一個方法 但是啊 光靠考試啊 其實也很難啊 準確的測出啊 這個應識人的能力 跟他專業的一個素養 衝擊量啊 考試錄取的人 只能說他很會考試 很會念書 形成有些考試及格的人啊 他的專業素養 還有他社會經驗啊 或是人際歷練啊 不足的一個地方 像目前呢 很多的這個年輕的法官 他承辦了社會矚目的大案子 就會讓人家有所疑慮 那 或是前幾天呢 那個特考的遠景啊 是 這個因為經驗不足 專業訓練不夠啊 而被這個通緝犯啊 來殺害啊 這些案例啊 都在在證明 經驗跟EQ啊 是很難透過考試啊 來 改革 跟設計 很難透過考試來衰選出來 所以 往後我們考試院在考試制度方面的改革 跟設計 設計的研理啊 是不是可以加入啊 相關啊 食物的評量 還有測驗 是 這個部分 或是其他的一個測驗的方式 這樣研理 研理出啊 真正可以衰選出優秀的人才 讓他到我們政府機關啊 來服務啊 是 換句話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 對相關的業務的 他實務的經驗 或是 來做呢 來給他納進去 那這樣的話 就像國外一樣 他比較會有一些這個 這個practice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做處理 就不會說 造成的說 那年輕法官 還問這個 這個 強姦犯說 你那個燈暗暗的 你怎麼可以 怎麼進去 對不對 類似這樣的一些笑話 我是覺得是說 應該要避免啊 就是其實社會經驗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這不然的話 大概比較單純啊 或是沒有經驗 因為沒有經驗 或是單純 反而呢 造成了我們在 審判的過程當中 有很大的 跟實際啊 會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我想這個部分 我特別跟委員報告一下 市長 我們最近在做一些 這個改革呢 就朝這個方向來走 比如說您剛剛提到的警察呢 警察當然現在是針對著 這個警察呢 他在實地現場的 一些所謂的這個 就是說 這個現場的這種經驗的 這種考試呢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 把它加到我們的 考試裡面去 比如說像這個 很多的這個 專輯人員的部分 他應該有一段時間的 實習的部分 比如說像律師的部分 我們最近也正在做 另外像醫師的部分 我們最近呢 也跟呢 醫學教育學會呢 再聯繫呢 準備把這個 臨床的一些技術呢 也當作我們 驗證的一個內容 將來要這個 驗證的內容 做OSCE 要有這個驗證的內容之後呢 才能夠報考國家考試 所以在整個 國家的考試的部分呢 考試的多元化 不只是做比試而已 考試的多元化 像情境的考試啦 這個技術的考試呢 把它納到我們考試裡面來 口試把它納到考試裡面來 然後在培育的過程 跟呢 這個實習的過程裡面 如果加強它的經驗的這個獲得呢 這部分事實上我們一步一步在走 最近大概走的是 醫師 律師 司法官 警察 還有這個 啊 技師 我們這幾個部分呢 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來走 所以剛剛委員所提的 確實是 我們國家考試應該改進的部分 謝謝 去年元月份啊 這個 立法院通過了這個公務人員考試法 那規定啊 大學畢業的學歷才可以報考這個公務人員啊 高考三級考試 或三等特考 並從這個民國一百年啊 開始來實施 這是因為 為了因應目前社會的狀況啊 還有大學學歷的普及 但是聽說 考選部也有意修改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 來比照公務人員考試法 讓大學的畢業生才能夠 專技考高考 是不是有這樣的現象 這樣的規劃 但是不見得全部都往這方向走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在副理人員的部分 副理人員呢 過去是職校有培養 專科有培養 大學有培養 那職校呢 是考副士 那大專呢 是考副理師 那現在的職校都全部升到專科之後呢 事實上副士的主力 主要還是來自專科跟大學 大學是一部分 但最主要還是專科 所以因此呢 目前我們規劃是要把 副士的考試 也是高職已經沒有了 那這個部分把它停掉 但是呢 副專的同學 繼續考副理師呢 我們還是原則上同意的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是根據不同的類科 來做檢討 而不是全面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很高興聽到部長講這樣的一個話 是 因為專技高考啊 其實它是一個資格考 對不對 那現行呢 有些專技高考 已經有個別訂定了 應考的資格 對 需要休息相關學分等的一個條件 是 何況呢 有些專業素質的展現啊 往往都是靠平常 個案的經驗的累積而成 是 相對於教科書上的這個 學派或是理論啊 在實務運用上啊 不是那麼直接廣泛啊 所以如果要提高應考的資格 必須要從長計議啊 是 而且要取得各界的共識 是 還要跟這個專業領域的這些人啊 來好好的談一談 免得到時候啊 我們 增加很多的困擾 那另外今天這個修法 主要是要這個 因應高階文官啊 禁用的一個需要 是 有效吸引博士級的人才 來報考國家考試 將高考一級及格的人員 從現在啊 現行的 兼任第九職等 改為 兼任第十職等 等任用 並在 我們任用法 還有奉集法 上面啊 來做配套的措施 確實這個 我們台灣優秀的人才啊 目前這個外遺 是非常的嚴重啊 上個月啊 媒體才在披露出來說 報導啊 香港大學的學制啊 因為 三年改成四年 四年制啊 所以一估啊 他要超過 超過一千名以上的 教授的職缺 而且薪水是台灣的四倍 你要不要去 台灣四倍你會不會去部長 我不會去 為什麼 因為你當部長 所以你就不去了嗎 倒不是 所以從明年 從明年開始啊 國內將會有不少 優秀的大學教授啊 即將出走 如果我們政府機關 沒有 因應這個 因應 也沒有這個 提高 這個待遇 這些優秀的 博士級人才 他不但沒有辦法 進入我們政府機關 來服務 更可能啊 這個 出走到國外啊 那我們現在剛好在做這個 政府組織 組織再造的相關的工程啊 就算我們組織再造工程完成了以後啊 沒有優秀的公務人員啊 那我們國家的競爭力啊 仍然沒有辦法提升啊 是 所以應該靠人嘛 我們 在 學 人力資源管理人 就一句話啊 對不對 他常常講的一句話 就human capital 優質的人才啊 你沒有優質的人才 這個組織是 沒辦法壯大 是一個重要的資產啊 好不好 是 所以 今天這個案子呢 我們是支持的啊 是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